就在新建一棟公寓 发现20例确诊后 港府宣布21号晚上6点封锁大楼 时间一到 在家的不能再外出 原本在外面的得在封楼前回来 许多住户提前买好大量物资回家 接受5天强制居家隔离 封楼令来得突然 有上班族痛批 连告知公司的时间都没有 担心被解雇 紧急封控的乱象 还有人说 直到晚上9点 才收到官方送的晚餐 爆发群聚感染的大楼 港府判断通风结构没问题 但因为病毒涉及传播速度惊人的Omicron 所以封控从原定的3天 拉长到5天 香港专家梁子超针对Omicron 提出最新分析 染疫者可能上午裁剪 还阴性下午就能转阳 发病速度非常快 采取封控是最理想的防疫行动 TVBS新闻谢谢心理敏珍 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